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7日第76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欢乐背后的危机》 我们在上一集第767集的时候 说的是兔年这个红盘高开,个个都很开心 在美股方面,其实我们在说两个 一只就是Microsoft,另一只就是Tesla Tesla昨天的股价做得很漂亮 我在拍片时,上一集就说大概有155-157元都卖出去 我昨天真的去设置一个盘是157元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还不一声被人扫走了 还是用160个几买出的 比现在这个收市价160个2.7元还要高 那当然是开心了,我还有货在手 那些朋友已经告诉我 这个要小心点,Tesla还有一段时间升的 的确可能会的 因为听说Tesla又有新的东西要搞出来 如果搞得出来的话,似乎对它这间公司的股价 可能还有帮助,不过都没所谓 现在我肯定不用亏钱了 现在希望Tesla再升多些,我就卖出去 叫人了一件心事,那就算了 第二间就是Microsoft 原本想着它会跌的 估不到竟然可以升得这么漂亮 升了3.07% 报线现在就是248元 那我还有一注在手,可以轻轻地出一下 那如果出了的话,其实今次 这个Microsoft也帮我赚到钱的 那大为来说,当然是开心了 现在希望它们今晚可以继续再升上去,那就最好了 那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材呢? 就是说我们开心,当然是开心的啦 那问题就是开心背后呢,我们都要有少少隐忧才对的 就是要想一下,不要常常挂着,只是看好那方面 那不好那方面,我们都要顾及的嘛 就好像美国上一季的GDP就升了2.9% 那就比预期的好 但是市场上也都开始在忧虑这个加息 会削弱这个消费的能力 加上呢,今年的经济是添了很多变数 尤其是美国企业呢,现在是不断地裁员的 那这个不断地裁员的话呢 那不会立即有一个反效果出现 但是这个不好的效果呢,是会慢慢滲出来的 那全年来说呢,这个美国202年的GDP就增长了大概2.1%啦 那其实都算是不错的啦 不过,如果你再和这个2021年的GDP升了5.9%来比较 那当然当然是差很远啦 不过,现在呢,就是2023年了 那很多人呢,或者那些经济专家呢 都估计美国今年呢,有机会会踏入这个衰退期的 那如果是真的衰退的话呢,那股市还会不会那么厉害呢? 那这一方面呢,大家就想一想啦 那在这一集呢,我们还没讲到内容之前呢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like再来支持我的频道的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也都希望你呢,是尽快订阅了它 好了,我们现在呢,即管来看一看呢 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看我们的经济呀 环球经济呀,或者其他的范畴呢 有些什么的消息呢,可以令到我们呢 在开心之余呢,我们都要少少担心一下的 首先想跟大家讲一个事实的状况 这一幅图呢,就是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啦 大家都应该记得恒生指数呢 它在2018年初,即是1月21日 就升到去全年最高位那一点呢 就是这个33,233点 挺好容易头喔 接着呢,由这一点开始呢 是用了几年时间呢? 1,2,3,4,大概4年多的时间 或者接近5年啦 一路就向下跌 跌到最低的时候呢,就是最劲的事情而已 就是这个2022年的10月23日 当时呢 最低那一点呢 就跌到去是14,770点 那这个由高位跌到低位的时候呢 是跌了55.55% 那就是跌了一半有多啦 所以当时呢 几个月前,大家就仇云惨慕 那样 那接着呢,由这个低位呢 不断地向上升回来了 那向上升的话呢 你猜得猜到啦 由10月23日 就是上年的10月23日 升到现在呢 大概是两三个月 但是呢 就升了7,918点 升幅呢 是由低位数起上来呢 是升了53.61% 那你猜猜猜猜猜猜呢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恒生指数呢 就在做22,600几点啦 那如果呢 由这个位置 再向上升上去 升回去 对上一次的高峰的话呢 那还差多远呢? 那还差呢 都很远啊 还要升多10,500几点呢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10,500几点呢 大概呢 就是46.400% 那这一幅图里面所说的数据 全部都是事实来的 那我呢 也不是说看衰香港 也不是说看好香港 不过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有这个事实的根据 在最近这三个月里面呢 就升了7,900几点 那如果呢 用这个速度去升的话呢 其实在我们香港的今年的上半年呢 已经可以回到33,000点了 不过有没有可能呢? 我不敢说啊 因为我们香港和内地呢 是一个奇妙世界来的 就是比这个 这个迪士尼乐园呢 还更加奇妙的 因为有些事情 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偏偏在我们香港和内地里面呢 都可以发生的嘛 所以大家呢 看着这一幅图 然后自己去估计一下 到底未来呢 恒生指数呢 应该会怎么走盏呢 今天的恒生指数呢 是继续升 升幅呢 就不是很多 大概升了122点左右 但是呢 成交金银呢 就绝对不配合的 不过不要理 总之在这个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呢 整个星期都升了644点 在这个1月份里面呢 从第一个星期到第四个星期呢 全部都是升的 好了 现在我们最重要呢 就要看一月份 真的很快过去 下个星期还有两天 就是这个1月30日和1月31日 拿完这两个交易日的成绩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完全可以了解到呢 在这个2023年的第一个月呢 到底我们恒生指数升了多少了 不过如果向好那方面想的话 就继续升上去咯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嘛 所以慢慢看下去吧 在股市一片兴旺的时候 到底有些什么我们需要担心呢? 如果用大围的角度去看的话呢 最担心的呢 反而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因为美国政府呢 已经是联同其他的国家呢 包括荷兰和日本呢 都想着怎么去继续在这个半导体方面呢 是对中国呢 是作出这个出口的限制啦 那现在呢 听说呢 日本和荷兰呢 已经最快去 可以在1月底 即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会作出一个决定 那应该呢 就会和美国呢 就站在同一阵线呢 就会对付中国的了 那拜登呢 其实在上一年的10月开始呢 已经是向中国呢 是实施禁运这个芯片的了 不过 只是美国做呢 他都还是觉得呢 不够安全 那就要大包围 那你都知道呢 在芯片里面呢 真是只有日本、美国和荷兰呢 是能够搞定的而已 那如果他们 其余那两个都肯落搭的话呢 那这个势呢 就会是非同小可了 那对中国来说呢 自然当然不是那么好啦 其中呢 有一家 制造芯片机器的公司 就是这个ASML 我都有说过啦 那他们的CEO呢 他们说 由美国主导呢 要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的管制呢 可能呢 最终呢 是会令到中国呢 是成功研发出呢 他们自己本身最先进的芯片出来 那到时呢 就是这个ASML的CEO就说 那到时呢 你不要哭啊 你现在说制裁他 那这个ASML的CEO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亦都这么说 他说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呢 其实呢 他们呢 是想买一些设备 当然是他们中国自己生产不了的啦 那是想买的 但如果你不卖给他的话呢 那他迫着买不到 那怎么办 那就是唯有可以自己去研发咯 是吧 那当然 他说研发这些这样的机器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半导体那些製造的机器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嘛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 这个ASML的CEO就这么说的 他说最终呢 中国呢 他们也都能够呢 是可以做到出来的 就是说 你越给多些压力中国 越是按住他呢 他的反弹力就会越强 到时呢 他们会加倍努力呢 去打造一出呢 他们自己更加先重的光刻机 甚至呢 是比ASML的光刻机呢 更加厉害 那我不知道呢 这个ASML的CEO呢 是吓鬼啊 还是他真是很担心这一件事了 那说出来呢 就蛮有分量的 所以大家要慢慢看一下啦 总体而言呢 他就说 不过不用怕 虽然呢 中国是他们的大客户 占了他们的整间公司的销售额大概15% 即使有禁运的话呢 他们说 在2023年 这个ASML的全年的收入呢 同时都还可以增加25%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就是说 制裁中国理论上都不是一件大问题啦 那他现在呢 这一间公司ASML的股价呢 昨天都还在升的 大概是683元左右 不过我知道呢 如果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应该会跌的了 而且他跌的幅度呢 都应该是不少的 始终这一件事呢 都是对他来说呢 坏的影响呢 可能会即时见到嘛 那可不可以好像2023年他估计那样 可以有25%的收入增长呢 那这个都是他估计而已嘛 所以大家呢 如果要投资在这间公司身上呢 等一个美价才好入啊 另一个范畴呢 就是这个手机业务了 这个手机业务呢 理论上都可以呢 是展示到我们这些消费者呢 到底是愿不愿意消费去换手机啊 等等的东西 有一个市场的研究机构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呢 他说在这个2022年第四季的全球智能手机里面的出货量呢 是大跌了18.3% 即是呢 是不见了三亿部那么厉害的 创下呢 是有史以来呢 单一个月呢 跌幅最大的情况了 那么 全年呢 2022年的出货呢 就当然了 是跌了大概11.3% 其实呢 上一年2022年呢 大概全球是卖出了 12.1亿部的手提手机啦 那么 那么 是自从2013年以来呢 是最差的一个年份来的 好了 2022年的第四季呢 如果你说啊 手机哪一个是No.1啊 如果只是计第四季的话呢 那么 苹果就拿到第一了 卖出了7230万部 哇 一季里面了 但是呢 按年跌了接近15% 所以这个呢 应该对苹果来说是坏消息 所以他在2月3日 如果公布业绩的话呢 这个消息一出的话呢 理论上他的股价是要跌的 接着排在第二的 当然就是三星 和第三的小米 那么 他们的出货量呢 分别啊 在第四季 是5820万部 和3320万部的 按年呢 小米跌得很紧要 跌了26.3% 好了 如果说全年 2022年的话呢 手机哪个是拿第一了 是三星啦 他卖出了全年了 卖出了2.61亿部的手机 按年呢 只是跌了4.1% 跟着呢 就是苹果 就跌了4% 而小米呢 全年来计的话呢 就跌了19.8% 即是接近两成了 但是 我们全球呢 通胀又开始向上升啦 环球的经济啦 宏观的经济啦 也都急剧地变化 也都会抵消消消费者的支出的 那么手机市场呢 如果要恢复的话呢 那些人说 可能要去到今年底啊 那就是说 哇 现在才连初而已 那不就有牌子呢? 那 苹果呢 最近股价都不错 那我已经是赚着钱的啦 如果它可以再升多些 去到145元的话呢 那我又继续出货啦 反正我现在呢 一部苹果手机呢 就肯定在手上的了 就没什么怎样害怕的 反而呢 就是这个小米的股价呢 这两天都还升得挺帅的啊 那我今天呢 听电台呢 有些的 投资的 股评人呢 都在这里说着 哇 现在的股价呢 升到连小米都升的话呢 可能已经到尾升了啊 那这个呢 是电台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过大家呢 即管想一想啦 但是小米呢 我就觉得它呢 本身都不太行的了 手机业务呢 又不是太行的 又要开拓一个新的业务 就是去搞这个小米汽车 那两边都不到岸的话呢 真是害死它 反而有另一间公司呢 叫做《联想集团》呢 我经常都见到它的股价呢 又不升又不跌 如果它再跌多些的话 跌穿6元的话 那我见到它的回报率都不错 应该呢 是可以值得去投资一下的 因为呢 手机不行呢 其实呢 手提电脑呢 都是一样的 那市场 希望呢 这些消息可以令到这个 联想跌一跌 那我呢 就试着买一下 香港的科技股 看看有没有运行先 我们香港的地产市道又好不好呢 那这里呢 就有一个消息 就关于我们未来的房屋的供应量的 听说未来三四年的时间的供应量呢 一手市场呢 大概就会有十万零五千间的房屋呢 是可以供应出来的 那如果除开四年来计算的话呢 每年都有至少超过两万五千间房屋的 那我们香港呢 现在呢 年轻人走了不少啦 那 那 BB的出生 出生女又少了啦 那结婚呢 又没有什么人结婚啦 那所以加加上呢 我们每年的两万五千个新的一手房屋呢 到底我们能否吸纳到呢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来的 那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呢 那 十万零五千个呢 其中有一万六千个呢 就已经起好了 那还未推出市面的 那有大概一万六千个单位啦 那现在正在兴建当中呢 就有大概是六万六千个单位左右啦 那另外还有一些呢 已经批了动工起的啦 不过呢 还未起的 那这里呢 都是两万几个单位 所以加加上了呢 就有十万几个啦 那其实呢 我们香港除了房屋方面呢 可能一般的好之外呢 我们的出口呢 就更加差劲啦 那根据最新的报导 告诉我们呢 政府统计处说 在12月份整体香港的 出口入口的数字呢 那出口呢 就大概是三千四百八十一亿左右啦 那按年呢 就跌了呢 是接近二十九个percent的 那就是说我们香港货呢 是不知为什么 出不了货去其他国家呢 那但是呢 反而呢 买入的呢 就比较多些啦 我们整体呢 我们整体呢 12月份买入的外国货的总值呢 就去到三千九百九十七亿 那呢 其实都是跌了的 但是 如果来看出口和入口的数字呢 我们香港现在呢 就是入口多过出口 那就是换句话来说呢 是会令到我们香港的GDP呢 是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压力的 那这一件事呢 大家要注意啦 我们香港出不了口的东西 但是我们香港呢 又没有其他的资源哦 我们也要靠外面的资源哦 所以我们要买多些外国的东西 那这一件事呢 就已经令到香港呢 那GDP呢 未来可以有很厉害的升幅的话呢 我都觉得呢 有些移民在了啦 我们香港政府在这个农历新年之前呢 就已经说了会通关的了嘛 那所以我们呢 都很期望呢 会有很多内地的有钱的游客呢 他们会来香港呀 会花钱等等的东西 但是呢 听到的消息呢 就是他们肯下来呀 但是他们呢 是下来逛街的 那不是下来消费的 那就是大件事啦 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农历年间呢 那有入境的人数的嘛 那入境的人数呢 就少于这个出境的人数哦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 我们香港人走得多些 去其他地方 例如回到内地的话 那就是内地消费咯 但是呢 内地客来来我们香港呢 又不消费 只是逛街 那就死了 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如果再持续的话呢 都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我们呢 很喜欢去回望回去的 譬如好像2019年啦 全年呢 来香港的游客呢 就高达5591万 哇 这个呢 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字 但是现在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数字呢 似乎是相当之难的 那当中呢 有大概呢 是接近78%的游客呢 都是来自内地的 所以呢 内地的客呢 对我们香港人来说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如果今次他们不下来呢 那就麻烦了 另一个呢 咦 这个女士是谁来的 那她呢 是新地的执行董事 那她呢 就说 在这个零售的黄金档期 即是这个农历新年 她们说她们做了很多宣传 所以就令到她们旗下的商场呢 就有多些人流 人流多了很多成的 喂 人流多是没用的 她们肯花钱才有用的 但是呢 新地就用这一招呢 跟那些客户说 或者跟那些租户说 那我已经帮你引了很多客人来啦 那如果没有生意呢 是你的问题 就不是我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香港呢 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样说 是旺丁不旺财呢 再看多一段时间呢 就会知道了 那今天我们所说的呢 全部都是有根有据的 那希望呢 大家呢 看着这些资料呢 自己再细心去研究一下 我们香港现在呢 会不会是突然间经济太热呢 如果经济过热的话呢 很可能呢 在短时间之内呢 又会冷却了 那所以呢 大家呢 不妨呢 给多一点点时间 审慎点去投资 因为呢 现在投资呢 你都知道股市涨了这么多 再去投资的话呢 万分小心是应该的 否则到时呢 又糟糕就麻烦了 好 这一集我们就说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 最近的疫情呢 也都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所以今天呢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两者医药股的 一只就是辉瑞 一只就是Monderna 辉瑞是一间百年老字号 而Monderna 就是一间新进的药制公司 不过呢 这两间公司 都是靠着这两年来 所研发出来的疫苗 就赚到盘满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进来这一条link 看一看这个故事 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可以有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 希望你们呢 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如果见到前后左右附近 有些广告的话呢 麻烦你帮我按一按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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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